揭露不為人知,內幕真相 欣申講,蘇豪,國情揭露 嘩,原來最後一節嗎?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嗎?是真的,那就要先說一些話 先說一些話,我本來想說月光春秋 不過我是值得說的,我始終也要說的 不過先說一下,現在中國的處境 第一,我告訴你 也不是這個月,今天8月2日 上個月初,深圳就抓了一個律師 一個律師叫李國斌 那罪名是什麼呢? 大家聽見,經常都笑的 就叫做妄議中央 他就是妄議中央 你一定要對中央是要警仰 不要妄議,像我一樣 我們是讚揚的 讚揚就沒事的,你放心 那深圳就抓了這個人 這個律師做什麼呢? 原來他在網上發佈了一篇 在微博 他就諷刺外交部長王毅 他就說 他就說 我讀給大家聽聽聽 你覺得是不是這麼大罪 他說感謝王外長的諷刺 他說過去西方國家 為了做生意 這個國家 就是中國 對這國的人權問題 都是無作樣地呼籲一下 這國呢 中國就象徵 放一兩個政治犯出境 就交差 你明白嗎? 就是中國和那個國家交往 有什麼時候呢 你有沒有叫那個國家要 拿什麼好處呢 那個國家就要求你放一兩件 政治犯 那些異議分子 你就放了兩件 過去幾十年都是這樣 他說就放一兩件 政治犯出境就交差 王外長讓西方國家看到 這個國家的官僚的驕橫拔湖 已經到了是可忍 熟不可忍的地步 終於選擇 流民不從糧 不向流民賣口糧的政策 流民不從糧 就是你不學乖 就不向流民賣口糧 那就是現在有些國家 你老什麼 中國你不改善人權 不接受你的好處 就是不跟你做生意 這樣 這篇文件在7月18日的時候 就到我們偉大的網信辦 真是有做事的 我告訴你 你不要說他遷就去做 他舉報 就拉射了他 是吧 網信辦就是有監視 你老毛 那當然是刪了這篇文件 這篇文件現在才找出來 其實已經刪了了 刪除了 7月18日就正式舉報 把李國斌疑信律師協會立案調查 是吧 他說呢 在去年10月21日公佈的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 是吧 以前我們都詳細跟大家分享過 是吧 就叫做網易中央大政方針 是吧 那他現在呢 那些人就說 當然李國斌是不是共產黨員 大家就不知道 因為這條條例應該管共產黨員 不會管普通人的 不過他就磨情認 是不是黨員 其他人 這樣叫做網易中央嗎 這幾個實質諷刺中國 以前跟人做生意 別人說 好我幫你做生意 就幫你放兩個兩個兩個二十二分接 好我放魏京生 那也就這樣說 那遲下你放誰 我放徐文立 那又放 他習慣了 你去做做手飾 他現在就諷刺你 不過 他現在就說 那次王毅去 他 The guy 不給面子 你不從糧 根本就不想流民不從糧,就不向流民賣口糧,這樣的政策, 這樣叫妄議中央嗎? 這樣說法,我這個節目更嚴重,說說說,我也害怕, 我算不算妄議中央,我現在目前,雖然我正在讚你們, 你中辦或者其他人,給我一個信號,我還要享受人生, 所以我說,難道你不害怕,再嚴重的,大家都知道, 就是,709事件,本來昨天8月1日,在天津射調, 有些第二人民,中級人民發言,就開心的,大家在新聞,有些看到, 有鬼佬,鬼婆,有人,每個人都去打聽,看看情形如何, 每個人都關注,每個人都不讓開庭就可以了,公佈了開庭, 每個人都差了一輪,他告訴你,明天又開了, 他昨天說明天要職,今天要開,今天要開,今天要怎麼開,我現在還未知道, OK? 今天沒有職, 但是呢,我們是說, 關於這個維權律師,這段奇案, 還有大王爺,之前已經有一個激狗戲, 趙威,那個網名叫考拉,那個小妹, 他又說他取保後審,但是呢, 保釋出外後審,但是他人間蒸發了, 但是他蒸發之餘, 又寫上來,代表他的律師, 說他誹謗他,這樣也可以, 現在還有一個呢,我們每個人都說, 喂,你出來,你出來站出來, 讓大家見一下,說你保釋, 老公也找不到你,家裡也找不到你, 杜杜也不知道你去了哪裡, 現在這次是好一點的, 另外一個就是黃宇, 北京封入律師行的合夥人, 這個重要的了,他兩夫妻都被捕了, 兩夫妻都被捕了, 他老公不是律師來的, 不過他老公的罪就是, 因為他是他老公, 拉交了,拉交了之後呢, 他現在被保釋後審了, 前日呢,他就跟香港, 他真是好,香港的東網, 是吧,東網呢,叫做, 接受他訪問,他就說了幾樣東西, 給大家聽吧, 他說第一, 他說呢,他譴責外國勢力, 出錢出力, 介入中國的維權事務, 搗亂中國, 他說, 嘩, 他全變了那個人, 他是維權律師的表表者, 突然間, 好了, 給他取保後審, 就說了這麼說, 第二, 他說呢, 他的兒子, 他說, 當然, 當時呢, 有人陪了他的兒子去那邊境, 被他拉了, 拉了回來的, 那現在呢, 是不是還要扣留, 我不知道, 扣到有一輪, 他的兒子, 十六歲, 對不對, 那第三, 他說呢, 指他自己工作那間, 那間, 北京豐裔律師事務所, 是利用那些訪民, 即上訪的人, 叫訪民, 不顧訪民的利益, 在法庭上鬧事, 借機就出名, 就逃離, 抹黑中國政府, 哇, 你說得, 哇, 那麼, 第四, 就是在他, 受難的期間, 因為去年, 到現在, 一年了, 大哥, 他就得了兩個獎, 得了2016, 那個盧德維希特拉利奧人權獎, 又得到美國律師協會的第一屆國際人權獎, 他拒領全, 他說, 這些是別有用心的, 這些是外國政府, 外國勢力要利用他, 來攻擊中國政府, 是吧, 因此我重申, 我不承認, 不認可, 不接受, 不承認, 不認可, 不接受, 不承認, 但是, 大家都會想起, 我記得, 好像滕彪都說, 他自己, 不是怕別人對他, 如何虐待侮辱, 他最怕別人, 就是用那些家人, 來遭遇他, 現在黃宇呢, 都出現這樣的情人, 他老公就拘捕了, 當然拘捕了, 不是給你和我監獄, 兩公母還可以談, 當然沒有了, 你都分架開了, 兒子又拘捕了, 那你可以想像, 在一個這樣的政權的壓迫之下, 一個個人, 他能夠堅持真理, 是怎樣堅持呢, 他可以為自己的真理, 他堅持, 但是他, 他會不會做到, 就是為了堅持自己的真理, 除了犧牲自己, 還要犧牲自己的家人, 犧牲自己的兒子, 犧牲自己的老公, 他都會有很多考慮, 所以在這一點來講, 我們絕對不應該苛窄, 等於對李鵬, 林榮基這類人, 我不會苛窄, 他們說什麼, 我都不會苛窄, 我都說, 我們只可以用, 即是心照, 你的態度, 來看, 也等於對黃宇, 律師, 對於考拉, 他們說的話, 他們說人家誹謗, 說他的律師誹謗他, 他要請那個律師, 那個律師誹謗他, 現在就等於大陸, 就拘捕了他的律師, 那你就騎不騎了, 所以這種情緒, 大陸, 是靈魂, 即是, 我可以說, 即是, 從一切的善良願望, 那個背道如廁, 你知道嗎, 那你想做雜訓, 都挺難的, 這樣教法, 你明白嗎, 我都不明白, 怎樣繼續做雜訓, 是吧, 你看, 炎黃春秋,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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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你這樣做, 違反了憲法第35條的規定,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有言論出版的自由, 他說, 對於炎黃春秋, 即是, 你們所做的事, 是對憲法的踐踏, 另外還有一個說, 炎黃春秋的遭遇, 是中國知識分子, 命運的現實寫照, 心中無限的悲涼, 失望和憤悶, 那這個就代表了, 即是, 大家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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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那現在呢, 我告訴你, 7月13號, 就北京市西城區的文化執法隊, 去那裏, 入到, 又鎖開城, 霸領佔了那裏, 那裏的地方, 就是有西城區, 不過, 我想起西城區那裏是多麼厲害的, 你不要說我, 西城區, 在最近來說, 人氣急升, 為什麼呢, 我來說, 如果你聽這裏全部, 你記不記得, 上次說什麼, 任志強, 大V, 王岐山的兄弟仔, 西城區, 那個黨委, 竟然說想開除黨籍, 不過習近平是渴死, 你知道嗎, 西城區, 然後, 今年6月, 判勾, 你想想那個, 熊珍快, 就是炎黃春秋以前的主編, 說他誣衊那個羅牙山五壯士, 判勾他, 他罪名成立, 又是西城區人民法院, 哇, 西城區真的挺厲害的, 有機會, 將來有機會去到北京, 真的要拜訪, 那裡, 原來, 這麼紅當當的, 喂, 幹什麼, 打圈嗎, 打圈了, 各位兄弟, 今晚就悶親大家, 希望星期五, 蘇胡兩個龜隊, 他們開開心心, 到時不用那麼悶, 好嗎, 我還有很多事想跟大家分享, 多謝大家, 拜拜,